搭不到车是一种什么样的尴尬滋味啊 昨天我们在香江参加完 残联的那个五个亿活动 到门口的时候呢 有那么多的出租车 当了半天没有当到车 我就很奇怪啊 然后这个时候有一辆出租车停下来 那个司机探出头说 还有你后面那个轮椅 我们就说啊 我们坐轮椅的那个朋友他不坐车 然后他才肯让我坐进来 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 有一次我们跟一个 就是坐轮椅的朋友聊天 说起这个出租车拒载的这个事情 然后他说 姐你不知道啊 像我们就是坐轮椅的很难 有一次呢我就参加一个活动 马上就要迟到了 可是在路边啊那些车 在我跟前车车车一辆一辆过去了 就是不肯停下来 有的我跟前的话 还要故意加一下油门 我当时哇一下就哭了 然后那个眼泪就不争气的流 后来我妈看到我哭了 然后我妈也哭了 然后我们母女俩在那个风中又哭了那么大半天 然后后来就是擦干眼泪 然后在那块继续等车 说到这个事情就特别难过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想起我那次不是去老山吗 那个走的路太多了 然后胳膊底下被磨破了 我鼓了无数次勇气 我就想着因为身边那个车其实很多 一辆一辆那个车从我跟前过去 我实在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着说 要不然我来一辆车啊 因为来一辆车就可以坐到那个大巴那块嘛 但是我始终战胜不了我心里的那种就是恐惧 我说别人拒绝我怎么办 因为比起那些被拒绝被嫌弃 我觉得身体上的这些疼痛其实不算什么 其实心灵上的那种伤害其实是更厉害的 因为心灵上的那种痛呢 就是你过了很久你还能想起来那种疼痛 就是那种伤害会更深一些 在现实生活中啊 其实我们像身体不好的人 行动不变的人 生活中的这些困难和磨难 其实比常人遭受的更多一些嘛 我就想着给司机朋友们说一声 就是如果你看到路边就是有个主拐的 或者是有个坐轮椅的 稍微停下来 荡它一下 其实那个装轮椅卸轮椅 大概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吧 可是对于一个残疾人来说 带给他的那种温暖 确实持久的无穷的 优优独播放